这打案子 不光要打证据 还在打人心 打人心也很重要 这方面呢 你做得比我强 什么 你做得比我强 好 好 好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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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啊 楠楠都承认我的优秀了 我明白 你那意思呢 想 照猫画虎 就是我当时怎么磨张如梅 你现在就想怎么磨佐纳他妈 我这叫跟你取精 好好好 这精啊 还真不一定能取得来 这个 这俩事吧 他情况他不太一样 张如梅跟孙建业啊 他们没那么复杂 你这个佐纳他们家 这根本就没法说 很难谅解 再加上呢 你说我去磨张如梅 我没事 我跟张如梅又不熟 我就天天的不要脸 我就堵着就得了 咱跟佐纳这关系 你怎么上人家天天堵着去 等佐纳开车上班去了 你就跟那儿等着 等着阿姨出来 你磨蹋 那不现实 你说我怎么办呀 这事你就别那个 你来人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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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主任在吗 找主任是吧 我们主任那个 布总来律所 您是跟他提前约了吗 没有 我想问一下 谁负责朱欣欣的案子 我想跟负责这个案子的律师聊聊 那 那个 那确实真不行 我们所里有规定 这个和本案无关的人员 我们律师也没有权利 和人家聊委托的案件 抱歉啊 我是贝文乐的母亲 就麻烦你了 帮我找一下这个律师行吗 不 那 您要是这个身份 我们就更不好说了 我们得征求当事人的同意 也就是朱欣欣 我希望能求得欣欣的亮解 我们愿意赔偿欣的 真的 好好好 我替您转答 好吧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潘 潘岩 加个微信 以后方便联系 别 别 别 阿姨 您别让我难做 我们真有这个规定 不能和您留微信 这样吧 那个 您在这个登记表上 您把自己的那个电话号码留一下 我们先去征得欣欣的同意 欣欣要同意了 我们再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您 行吧 好 谢谢啊 楠楠 楠楠 那阿姨是谁啊 我不知道啊 估计啊 挺有钱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他背那包 你还懂包啊 必须的嘛 嗯 毅律 我听明白了 我就一个问题 问 是不是我要离开荣科了 左大剑利用不上我了 所以杜律才让你来找我 是杜律让我来找的你 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 你对杜律有误解 你觉得他就是那种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 但人为财死鸟 为食亡 律师也要吃饭 我都能理解 左南 我最不喜欢别人说 咱们这个职业就是 谁给钱咱们就替谁说话 好像我们完全没有立场 完全不在乎公平正义一样 那 荣科揭露左大剑的委托 我妈又是受害者 您所谓的公平正义在哪儿呢 律师只能忠诚于 委托人的利益 也就是左大剑的利益 律师确实要为 委托人的利益着想 尽到忠实情面的义务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律师的利益和 委托人的利益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什么意思 委托人的利益 永远是委托人的利益 他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考虑问题 他不会考虑到公平 但是律师 我认为的好律师 有职业荣誉感的律师 一定是要把追求公平正义 放在首位的 我从来不会把我自己的身份 和当事人的身份混同 我会认真地听他们说什么 但是 不会丧失自己的思考 判断 也不会丧失公平 我记得我刚来荣课的时候 有一次跟实习律师开会 潘岩说一句话 他说他想看到这个世界的公平和正义 我当时觉得有点幼稚 可是后来一想 我自己当初学法律 想要做律师这一行 不就是这个初衷吗 如果我们律师这个职业 就是有钱能使鬼退没 谁给钱替谁说话 谁还会尊重我们 我们行业的荣誉感在哪 那给我妈妈的公平在哪呢 我们会站在公平的立场上 跟委托人说实话 让他认识到你慢慢遭受的 不公平和不公正 尽量尽力帮助双方修复弥补 尽量不要两败俱伤 尽量不要零和游戏 我倒希望这事能拿钱解决 但你不了解我妈吗 我妈觉得 她如果再向左大剑要钱 那就让左大剑再侮辱她一次 钱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她会觉得 为什么左大剑可以跟那个女的 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她就要孤独重劳 她真的会抑郁的 这个我能理解 那你妈妈到底想要什么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左大剑跟蔡小蕾必须受到惩罚 这就是我妈要的公平 老师 贝勒她妈来了 说想跟她约个时间见一面聊聊 贝勒她妈 她想聊什么事 就是说问咱能不能跟欣欣商量商量 让她出去谅解书 那这样 你让她们联系方式留下来 然后跟她说我们可以转告欣欣 但是欣欣怎么决定就是她自己的事了 这种刑事案件我们必须得绷紧了职业敏感度 我们跟自己客户聊的时候都要特别地谨慎 更何况是跟对方 律师出事 大部分都是出在这几个环节 我明白 谢谢老师啊 等会儿等会儿 闻点事儿 你跟左男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去劝劝她 其实也一般 行行行好 我我我我努力 有没有老师 行行 我都是按照左大健交代我的我去做的呀 那老春雪 我也去谈了 人家不同意 让我怎么办 没错 左大健就是这种人 只要他感到不满意 你再听话啊 再跪挺人家 人家该翻脸就是翻脸 他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在于蔡小蕾 蔡小蕾啊 一直想让左大健用他推荐的律师 那咱们是左大健的代理律师啊 站在他这个角度想的话 那不是被 蔡小蕾就捏在手掌心里了吗 嗯 我有这种感觉 不是 他真的要换律所吗 他让退律师费呢 那凭什么呀 我是靠本事我赚的这个钱 那他要是反悔的话 让他去告我 看法院怎么判 兄弟 来 我告诉你啊 咱让人家找到差了呀 人家让你保密 先别告诉左大 你接了他的委托 怎么了你 你说了 我就说接了个委托 我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你就应该守口如瓶 反正我跟他打了一个马虎眼 就说 我在找你了解了解情况 不能过去了 要不 咱们再像以前一样 打个配合 你去找左大健道个歉 毕竟咱们也没什么损失 互相给个台阶嘛 这个左大健 肯定是被那个女人凶了解决 你还是嘛 面子上挂不住 自己女人又舍不得骂 就把气撒咱们头上 我说你啊 就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他肯定心烦嘛 老婆老婆要告他 小三小三跟他闹自己青春女儿 理都不理他 咱们不是常说嘛 客户给的律师费 就包括了挨骂 和受委屈的钱 道歉是没关系的 即便是咱们没做错什么 委心地去道个歉 我也不会觉得委屈 但是 对于蔡小蕾这种人 没用 要不我让廖松婷 做做蔡小蕾工作 大可不必 蔡小蕾呢 她是让我呀 劳春雪那边证据确凿 她让我们跟她一起不承认 还让我找什么公众号 给劳春雪泼脏水 这种事我真的我干不了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真的是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我怎么去面对左呢 主任 您也别为难 您就给他们 换个主案律师 你别冲动 我真不是冲动 谁不让客户满意 就把谁换掉 这条铁律是我定的 如今呢轮到我 一视同仁们 多啊 这 这件事情特殊 蔡小蕾和左大剑 这两个人是互相离不开 对方又互相防着 你就是个啼嘴啊 所以我说你就 等左大剑气消了去说个软话了 昨天您给我发信息呢 我这一宿 就几乎就没睡着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除了工作就没别的 每次跟父母通电话 就那么两三分钟 就赶紧给挂了 但是跟客户不一样 跟客户打电话 我们每次都四十分钟起啊 说这些个委屈啊 还是说抱怨 我觉得都是咱们 工作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说呢 便就千万别为难 就把我换了吧 正好趁这段时间 我也放松一下 沉淀沉淀 咱们这儿行业 最委屈的就是 我们为客户全力以赴 两肋插刀 他们还不信我们是为他好 是吧 串手串手 我跟总大姐说两句话 说 实力挺好啊姐 嗯 那个 跟你说个事呢 嗯 我老师 让我游说你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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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等等等等 我没说完呢 她是这么说的 但你说的 凡者关系是吧 在车里我都说了 我说姐无论你 怎么选择怎么决定 我永远占你 我要这会儿过来游说你 我不又当又 啊对吧 我肯定不能这么做 但是呢 我老师 给我这作业吧 我还不能够完成 所以我这么想 安南 跟你胡说两度 你甭管爱听不爱听 到最后你来一个 不考虑 我跟那玩儿好交差 那行吗 谢谢姐 你给我作证啊 一路要问你 你就好好说 我作证 你看啊 我想一招 咱肯定是不能原谅你吧 对吧 毕竟她那个过错方嘛 她做了那么多事 原谅的 我们也不能替你原谅 但是呢 不原谅 不代表就 不接触不见面 咱们可以见 见面不代表我原谅 而是要跟你谈条件 对吧 那条件那就得听咱的了 像你这种情况呢 上法庭 法院判大概就判个四六 就算他是胡说方 你们拿六 你爸拿四 那我觉得这不够 你不想跟我见面吗 见面可以谈 咱就多谈吧 一九分 是吧 你想啊 蔡晓蕾跟你爸 为了什么 你爸是对钱没什么感觉 可蔡晓蕾看中的是钱 要不然你爸那么大岁数 他为啥看着他 图他岁数大图他不洗澡 这一九 他没有法律依据 你要啥法律依据啊 对 所以吗 你看 那个 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法院不给判 所以就只能死了 只能咱们谈判都多好 你考虑过对方律师会不会同意吗 考虑对方律师干什么 他是对方律师 难办了 难办了 是不是 那 意律部也是参与进来了吗 不是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 一个可行性 对吧 具体咱们可以再谈嘛 哎呀 也是真在这儿说八道的 那可不就活了呢 行了 我们慢慢吃啊 行 那 那你就回去琢磨琢磨就完啊 无所谓去 行了 行 完活 你是认真想着他们谈判吗 他们谈判跟我有啥关系 我老师又没给我这作业 我老师给我的作业就是问问他 劝劝他 我问完了我也劝完了 那你交作业就交五分的 那我也不能太向着你们这边吧 我得一碗水端平啊 我不是说 哎呀 跟你解释不清楚 您不吃啊 我吃不下去啊 行 我不吃你也别夹我的 谢谢你啊 医生 没事啊 不要紧张 爸爸再赞叹你啊 快去 阿姨 喂 喂 班儿来了 你 你坐着 你坐着 好好好 坐着 谢谢你 谢谢 欣欣怎样了 你坐着 我在里边啊 那个 易律师 让我过来跟您聊聊 她跟您说了吧 简单说嘛 姐姐 好好好 其实他们以前已经找过我几次了 让我出谅解书 让我开价去 打一打 真的 这事您跟欣欣提过吗 没跟欣欣能说吗 最好还是不能提一嘴 你跟她说啊 因为她是当事人嘛 也是受害者 一切呢都得取决于她 如果欣欣说 就得通过这个法院判决 来实现自己的正义 那咱就不谅解 你知道欣欣这人 医生说她是那种叫做 讨好行人格 是是是 她宁愿难为自己 也不会对人家说 看得出来 顾字 你知道她 好说话 所以我要一跟她说 跟她一说 说好话她不就答应你 哦 反正 回头您就跟欣欣再商量商量 如果说咱最后确定了 就是不谅解 我就跟贝勒丹那边就回了 我跟你说就甭见了 咱就法院是见到了 那你 你跟我分析分析这个 如果出了谅解书 那好处在哪儿啊 好处 就是您看现在这个案子吧 还在这个公安侦查阶段 然后呢等移交这个检察院 然后咱们再判 估计怎么着也得一阵的 但是出去谅解书呢 肯定马上就能拿出钱 而且呢 得比法院判得多 可是从量刑上的 就得着定从轻了 你说这个信心天天这么 心理医生治疗什么的 到这都得需要钱 我天天这么陪着他 不能上班 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嗯 家里还有个弟弟 他爸现在知道这事也气病 但是你说这 这 这人我 我真的没办法去谅解他呀 我怎么去谅解他 好 还事了 咱们要回过来 你好 谢谢 谢谢 我求求你了 不不不 阿姨 阿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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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您您坐啊 您屏图上头 老总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商言 商律师你好 您坐 您坐 您 您请 您请 杜律师呢 之前一直是他跟我联系 对对对 现在 由我来负责您这边 明白明白 得罪蔡小蕾了吗 蔡小蕾啊 特别阴险 一直让公司欠我股份 我跟你说啊 大剑装饰一开始就是一个小破装修公司 没有我就没有他左大剑今天 我们一开始的股权分配呢 是他跟我姐各占25% 我一个人占50% 我姐这人恋爱脑 再加上刚生了娜子 一孕啥三年 让左大剑一忽悠 就把他那25%全都给左大剑了 这样一来 我跟左大剑就都成了50%了 我为什么恨这个蔡小蕾 就是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两家私募公司 各投了一个多亿 人家那每家占3%的股权 我跟左大剑就都成了47%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 谁也不能一个人说说算了 得兄弟同心 这也是一开始我们这么设计股权的原因 大家有商有良嘛 对吧 公司增资阔股引入新股东 这个事儿需要召开股东会 而且需要修改公司章程 您是公司股东 占50%呢 那这个事儿 他们得经过你同意才行啊 一开始我是同意了呀 这个蔡小蕾太能忽悠人了 你别说左大剑了 我一开始都让他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这两家股东进来之前 给我把这个秉化的那叫一个大呀 说是我跟左大剑轮流坐庄 三年一轮换 可真等人家 投资方一进来之后 股东会董事会议开会 投资方全都无条件地支持左大剑 我成了嫌棄狼子了 左大剑就一直坐庄 一开始还有什么事跟我商量商量 到后来连招呼都不够打 你说我气不气 这太气人了 后来我跟我姐说过 这蔡小蕾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我姐还不信 老觉着我在蕾都挑事儿 老先生 你叫我春蕾就行 你姐跟左大剑的官司 您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早就该告 往后还要起诉离婚呢 我跟你说 我姐未来三五年主要任务 就是打官司了 那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官司啊 真打了这么久 对大剑装饰 会不会有伤害 私募投大剑 可是为了上市 可创始人离婚 我跟你说啊 对公司上市影响非常大 这我还是没想到 我说是左大剑最近 不提离婚这茬子呢 那会不能不让我结离婚啊 也是 能不能这样 这事啊 不要走速速 我跟你说啊 有很多事情 通过谈判解决 效果更好 效率也更高 你比如说 可以把 返婚财产 离婚财产分割 以及您在公司的股份地位 可以 一起谈 一起解决掉 行啊 我没问题我同意啊 那 您就得劝劝你姐了 你姐现在啊 是坚持要诉诉 那你太不了解我姐了 一开始我姐喜欢左大剑的 是不是 谁跟她说左大剑不好 她都不信 生生死死要跟人在一块 现在左大剑把她给伤透了呀 她也彻底失望了 你现在让她放过左大剑 我可说不了 我那会儿让她 别把股份给左大剑 她都不听我的 那你觉得我现在跟她说她能有用啊 你姐有没有律师 我们跟她律师谈谈 光我跟老选就给她找了好几个了 跟人见面一接触 没瞎玩了呀 我跟你说 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就听左娜的 娜娜不是在你们那儿 明白了 你们这是搞不定左娜 我这外申闺女啊 就那样 你想啊 蔡小蕾跟你爸为了什么 你爸是对钱没什么感觉 可蔡小蕾看中的是钱 你不想跟我见面吗 见面可以谈 咱就多谈吧 依酒分 姐 你想想 她左大剑真要是身败名裂了 对娜娜肯定是有影响的 姑 您就想 万一您把左大剑给打垮了 蔡小蕾也不要她了 您是出气了 那左大剑老了病了残了 还不得左大管啊 您别忘了 孩子是有赡养义务的 就是 左大剑现在也很痛心 别特别内疚 据我的经验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谈判时机 一九 以后每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同意再谈 不同意拉倒 还有我那股份 咱们的股份 一九开 还有什么是 纯收入百分之二十 老春雷还得回到公司决策权 老璇还要当公司监事 你这什么呀这是 您怎么做的工作啊 老女士开价了 说明她愿意谈了 对 这总比只要上庭不能谈要好 至少是个可以谈判的好信号 我 我没有漫天要价 至于这么做得还钱吗 您当时是不是跟她说过 你们的夫妻财产所有都给她 是啊 我说这别墅 还有我们俩存款都她的 可她现在要要我每年个人 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一九开 一九开就意味着我的股票 投资 保险 这不是扯啊这 扯嘛 干什么就是普通离婚 那不是赶尽杀绝啊 是吧 就算法院判 判我真的出轨了 那也 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能给她已经都给了 她还不满足吗 那我以后还活不活 那您的想法是 给她多少 我还是能给她 我 房子 钱都给她 都 都是她的 佐佐 这边呢 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 离婚案例 您可以看看作为参考 易律师啊 之前在英瑞所 代理过一些 比较著名的企业家的 离婚细产案件 这一场离婚 毁掉的不只是一个家庭 还有一家企业 走啊 不 我 我不看你就说吧 这些呢都是公开可以查询到的资料 嗯 之前这个霸道集团 您知道吧 嗯 它们本来集团的市值是900多个亿 最后因为离婚案 打到四个多亿 还有 就是 900个亿 最后剩四个亿 嗯 还有黄瓜网的创始人 离婚 财产保全 错过了上市的最佳时机 直接就损失了二十多个亿 这些案件 相信老女士也很熟悉 她的女儿 侄女 都是学法律的 你们是对方的这个事吧 日记之笔 我们要了解老女士想要什么 还有可能坦诚 哇 这还有董事长 啥妻案啊 那个案子其实 不应该发展到这个地步 就是妻子离婚诉讼 财产保全 然后董事长资金链一下断了 移动之下去找妻子理论 激情杀人 所以嘛 你们 你们就应该好好去做 劳春雪的工作 就像给我分析案例一样 你好好也给她分析分析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退一步海国天空 你逼我 你逼最后最后 你搞不好 我们会去再找老女士好好谈一谈 现在她愿意谈就是进步 不 行 这个决定 左纳不知道吧 这就是左纳提出来的条件 那 右上 左纳跟我来聊吧 您 确定吗 确定 她不会让杨绝把咱们给换了吗 杜律师怎么得罪她了 你也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但是主人跟我说 以后这个案子直接跟她汇报 杜律师要休假 我就在想 这么大的案子 这么大的客户 杜律师怎么可能休假 这不是她人设 你觉得 左纳 会跟她谈吗 杜一个吧 杜什么呀 杜左纳会不会跟她谈呀 左纳 干吗呢 黑胡胡的 你开灯了 我 我刚才睡着了 怎么了 我就想你了 你赶紧过来找我吧 我真想你了 等 等我忙完吧 我忙完手头能活 我就 我就过去 好吧 你干吗 事实是基础 对错是前提 人性老好歹 律师应该独立于当事人的情绪 站在公正的立场 做正确的事情 才符合法律人的深存 阿姨 你跟咱们找这儿来了 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 你帮我阿姨好不好 不是 他这这我 真没法帮啊您这个 阿姨就求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告诉我 欣欣家住哪儿 或者在哪儿能找到她 阿姨就想当面跟她认个错 向她赔礼道歉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 阿姨 跟这就没关系 你甭说我不知道欣欣他们家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您 您看今天您在诊所闹这么一出 您觉得欣欣又受刺激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是我的不对 是我太鲁莽了 实在是抱歉 但是阿姨知道 你跟欣欣关系好 你就帮忙阿姨 说两句好话 让她见我一面 我就想当面跟她认个错 我想替我儿子做个弥补 真的 不是 阿姨 阿姨 别别别别 您别这儿啊 求求你了 这样 阿姨 我回 我问问欣欣 欣欣要是同意跟您见面 我就通知您 好吧 真的 妈 阿姨 谢谢你了 行 没事没事 这是阿姨做了一点小点心 不不不不 小欣欣 不不不 欣欣欣欣欣我了 这 这身份啊 这身份 你尝尝啊 快来 快来 哎 回来了 你干什么呢 说事了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贝勒他妈 给我送礼来了 送礼 你收了 没收啊 这追着 没追着我 你这样摆是最直观的 他不好看呀 这 这落下来 你就是摆出花来了 有什么用啊 你就是部长迹象 你当时就应该拒收 你现在收下了 他就可以诬陷你 就算你把这钱还回去了 他也可以说里边钱少了 你别老说风链话了行不行 那战士说话不腰疼 当时那情况 电光火石 他把这兜子往屋里一扔 扭头又跑 我根本没追上 把这兜子拿起来还破了 你跟一律说了吗 说了 他说什么 他说以后再有陌生人敲门 先别开 把摄像头开开 再开门 来喽 谁呀 你好 查燃气的 你们这是在录我呢吗 我们记录生活 拍博物呢 嗨 来来来 进来吧进来吧 家里来那个 查燃气的了 如果你要实在不想见左大健 我跟他们说的 老师 那个贝勒他妈还有律师都到了 那你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 安排好了一下 那这样 你想好了再跟我们说 行 那我走了 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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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贝先生的律师 我姓思 思律师你好 我是一帆 请坐 请您以后不要再随便去我实习律师家 更不要硬塞给他这些东西 我就是想表达点心意 对不起啊 我 我给你添麻烦了吧 没事没事 我 我没别的意思 以后您不要这样了 点心掉在地上脏了 钱掉在地上也脏了 你们清点一下 对不起啊 太抱歉了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那个我客户他不知道 他不是咱们行内的人不了解 你们就别生气了 咱们聊正事吧 行 那我就传达一下那个 我们当事人这边的意见啊 大夫也说了 说欣欣这个身体 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 还需要一些个时间来调养 如果说他恢复好了 然后他同意跟您见面 我们会安排时间安排场地 但是在此之前呢 还是希望您先别打扰他 我也要打扰他 那是个个性格 就是我 你还要打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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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你可能没有点 你再说你 给你恢复他的 人都能干 您先别生气 我继续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停车 那我就先下车了 下班一起吃饭 吃都没菜了 老师 司律师说想约我单独见一面 你就跟他说我不让 这边还有吗 别这么说 我故意背了他妈又给他压力了 太难了 那咱这行啊 客户让咱约对方约不上 那就是被动 可不是吗 哼 面条点吃吧 行啊 你随便帮我点一碗 您好 您好 来一个这个 肥肠面 好的 真了解我 那来点啊 因为我也想吃 好的好的 请稍等 等一下 你很想吃 你会儿 可以吃 我开心 就是 你会儿 我开心 是 那我开心 我开心 就是 我开心 你会儿 我开心 左先生您好 左总 来 您坐这边 是吧 左拿角来 好 坐吧 你们聊吧 我帮您算过账了 这笔钱是您给劳春雪女士的 您和她的婚姻按市场价算 就值这个价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杀了 还有电话 你不想认这个电了 我不要喝水 我不要喝水